香港特区政府12月18号与政府总部举行公务员宣誓仪式 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见证下 常任秘书长、部门首长等高层公务员宣誓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尽忠职守和对特区政府负责 林郑月娥指出 公务员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尽忠职守 对特区政府负责是一贯的责任和承担 我今天很高兴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公务员宣誓仪式 见证特区政府的常任秘书长和部门首长进行宣誓 根据基本法和公务员守则 拥护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尽忠职守和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 是公务员的一贯责任和承担 也都是国家和社会大众 对于特区政府公务员必然的期望和要求 对于特区政府负责任和承担 也都是国家和国家和国家和国家 公务员的一贯责任和承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仅此宣誓 本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务员 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尽忠职守 尽忠职守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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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